因为跟猫儿接触比较多 我还是很敬佩他们一点 就是你知道毛地方老师是个夜猫子 我有的时候两点钟发个东西 他啪点个赞 然后呢我就会问 猫儿您还没睡啊 您怎么那么晚都不睡啊 您这是时差还没倒回来呢 习惯了 那你早上怎么起呢 照样我现在因为也不工作 像原来工作的时候起得更早 现在就自由自在地可以 最起码可以睡到个七八点钟了吧 所以没问题 而且我中午还没有午觉的习惯 太棒了 我可有午觉的习惯了 对 我们跟那个爱莲老师说 爱莲老师说 我得睡一觉 睡完再跟你们联系啊 哎呀 真实 我都没有 我中午睡一觉 我晚上要排练 我晚上要演出 所以我一定要保证午觉 要好习惯 这习惯很好 对 要好习惯 我这个晚上不睡觉 可能就是跟我后来 编导有关系 搞编导啊 总是因为你白天没有时间去静下心来去思考 为什么刚才他提的一个问题是画呀 还是唱啊 还什么 我说都要做 因为我这个编导你见过 你们俩都见过 我是要画的 对 对 我是要画的 你看我的朋友里面都这么厉害 所以那时候都用嘛 对不对 从还没白 一句假话都没说呀 是 因为 因为有的时候编完了以后 自己也会忘记 所以我总是要把有一些舞蹈姿态的形体 我都要画下来的 你画的怎么样 我也画画的不怎么样 真难看 我画的可以 我看到过 我画的特别好 特别好 她女儿后来学了那个服装设计嘛 就是跟那个 我觉得跟您的那个遗传的那个画幅还有关系 我 qualities awa 我的 我 是 是 我 一 所有 initially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方我要出门 他要出门 他要陪我一下把对方说 人家自己拿着包裹这么走了 我下我的台阶 我拿我的茶杯 我说你们完全没把我当成老人 转过头来说 太旺了 对 刚才我跟那个爱莲老师女儿聊了一会儿天 她还说呢 她说我妈老师说 你们也不照顾照顾我 她说你说她用我们照顾什么呀 她完全可以干得很好 不把她当成八十岁的人 是的 是的 这是你女儿说的 所以她们 我有时候觉得她们很不满意 比如说 怎么回事你们 你妈都这个年龄了 你们 她们觉得 是吗 你想我还比她年长几岁 我跟她的感觉一样 有时候她们要干什么 哎 我说你们稍微什么点好不好 老人家了 对 你们完全没有把我看得 你也为她说的吧 是 我说老人家了 对 忘了 但是这事不怪自己 这怪你们 这让我可是气 你们自己释放的信号啊 就是让子女对你们的认知上出现了偏差 刚才我说爱莲老师 我认为咱们九十岁的时候再跳《红楼梦》 然后女儿在旁边说太长了吧 这八十到九十还不多办几场 你看 她想的是多办几场 对 在她印象中 我妈妈是愿意多做这件事 多展示自己的 就是一般孩子都说别了 老妈呀 谢谢吧 你看 你们已经把孩子培养成了 思维都跟你们很相同 所以我希望啊 这期节目看过之后 我们给全国观众 就是我们一期节目做的意义在哪里 就在于 你们要知道每一个人到八十多岁 八十一八十五 刚才那位九十二 对 对 都是要这样的一种生活品质 就我们自己的心态是非常年轻的 心态很重要 是的 这个老同学见面 咱们也一起合张影吧 好吧 好吧 来 好 好嘞好嘞 再见啊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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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